PUA的第一步就是树立竞品捧一彩一 这是最低级的套路 但是却是成本最小收益最高的一个方法 当你具备了被批的门槛 会批你的人就会给你树立一个竞品 这个竞品可能是你身边一个非常优秀的闺蜜 可能是你的同学甚至是你的家人 方法也很简单 在小事上贬损你 以开玩笑的方式嘲笑你 用做比喻的方法比较你 也许是说错了一句话 也许是打游戏不小心送的一个人头 别人是小可爱 你就是手残 别人是值得信赖的辅助 你就是混子 结尾还不忘补一句话 哎 也就是我 换走别人都没人要你 一次两次也许你会生气会吵架 但是转眼一想就会觉得 这种玩笑好像你无伤大雅 并且竞品对象确实比你优秀 也就没有小题大做 但是久而久之伤害就呈现出来了 首先会出现的是猜疑和没有安全感 我是不是配不上他 我好像真的很不优秀 也许除了他好像真的没有异性会喜欢我了 当你有这些行为的时候 很抱歉你就已经被控制了 严重的姐妹也许会因为男友的一些行为 主动疏离自己优秀的朋友 离开自己熟悉的圈子 甚至是远离家人 把恋爱对象看作是自己生命中 唯一的救命稻草 甚至是救赎 然后无休止的献祭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遇到过 被男友骗的团团转 出轨分手又复合的 垃圾恋爱老闺蜜 但是你一定不能确定 你不是下一个 死招虽险 但是胜算极大 你知道有哪些明星夫妻中个招吗